孙政才结局将定 10亿巨额养情妇私生子在被聚焦 中共高层在1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 公布了10月11日召开18届七中全会 七中全会上可能会公布对已落马的原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处理决定 与此同时有香港媒体称 孙政才曾动用10亿元人民币会给情妇抚养私生子 案发后导致重庆官场崩溃 因受孙案影响 孙政才曾任职的吉林官场 目前也面临着整肃 据报道 孙政才将这些资金会到香港给请妇抚养私生子 这笔巨额资金据称是中共推出的一带一路计划所需费用 今年7月份 孙政才被宣布立案审查 香港明报引述消息称 孙政才的妻子胡颖一直留在北京 没有跟其道重庆生活 报道称 中共十八大之后 孙政才仍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 欲有多名私生子 更甚者 孙政才还为这些女性背后的企业提供一带一路资金 另有消息称 2009年孙政才在农业部长任内曾访问美国 其间他乘坐美国知名企业提供的专机 到纽约康奈尔大学探望在此就读的女儿 今年2月11日中央巡视组向重庆市反馈巡视回头看情况时 明确指出一些官员带并提拔 清除宝 王思想一读不彻底 没能遏制腐败等问题严重 原贵州省委书记 陈明瓦尔接替孙政才上任后 重庆官场迅速展开了清除宝 王思想一读 香港明报 9月16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话说 重庆5月份选出的 43名中共十九大代表中 有13人因无法通过资格审查 而即将被取消党代表资格 报道说将被取消中共十九大的代表资格的人中 包括7月份已落马的前市委书记孙政才 除孙政才外 还有4名市委常委及高官 以及另外8名厅级官员 报道还称 陈明瓦尔取代孙政才主政重庆后 对孙政才时期的重庆主要官员进行考察 结果发现更多包 王遗读即卷入孙政才的案件的官员 据悉 重庆市将于9月20日加开党代会 重新补选新的中共十九大代表